正在热播的《温暖的闲》由张翰、张嘉尼、张军铭、领闲主演 最新的剧情里终于真相大白了 温柔看着温暖在睡梦中叫着南闲的名字 他终于忍不住找南闲将多年前温暖分手的理由 告诉了他南闲他再也不用紧紧逼问温暖了 也不用跟自己过不去了 南闲虽然嘴上说不能原谅的并不是这个分手理由 而是为什么他那么轻易地抛弃他们之间的感情 但是内心的欣喜的知道温暖爱的还是他占南闲 本来以为他们之间最大的梗解决了 他们两个就可以在一起了 但是一心不甘心 他先是斩钉截铁告诉自己爸爸一定会嫁给南闲 再有再次残酷地拒绝潘维宁 最后一心起来挑衅温暖 让他退出跟南闲的生活 还说自己就要跟南闲结婚了 温暖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很伤心 也就是在建一心后不久 温暖一次外出吃饭 忘记带钥匙钱包 手机也没有电 无精打采地走在大路上 刚好被湛南闲看到 湛南闲直接带温暖去了自己 为他准备了很多年的洛阳道一号 他精心布置了每一处细节 全部是曾经对他的承诺 可是南闲带温暖去看这里 他发现温暖并不在意 湛总崩溃了 湛总对着温暖连连逼问 他抓着温暖问 如今我完成了七年前的愿望 是不是当初我说的那句话 你当成玩笑在听 你根本就不在意 而温暖却说 你何必这么残忍 带我回来看有意思吗 这次不欢而散 当然了 在他看来 南闲都要跟一心结婚了 南闲做这一切又还有什么意义 第二天 温暖想着自己花了七年时间 都没有忘记湛南闲 他一定要去找他说清楚 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他 湛南闲再次带着温暖来到了落到一号 在游泳池旁边两人谈心 南闲说 我其实挺感谢你那次给我打电话 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 湛南闲 你一定要把温暖追回来 其实你刚回上海的时候 我就想办法把你抓回潜雨温暖 我不明白 你说这些都是你安排的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会带我来这里 湛南闲 你不是要辞职吗 两人终于把彼此的心力话说出来了 两个人互相甜蜜擦眼泪 终于甜回来了 湛南闲对温暖勾魂的眼神又回来了 知道了温暖当年分手的真正原因 现在彼此又袒露了心声 湛总见温暖的眼神都一样了 太不容易了 温暖与南闲两次洛阳道约会 一次不欢而散 还好有一次甜蜜 据说这次约会后 温暖有了孩子 但是后面由于一心急占妈妈的奖局 温暖流产了 而且温暖再次离开了南闲 看来后面的剧情还有的虐